正对着风扇狂吹即可降温 虽然还不到六月 但家里不开冷气实在受不了 假使不想与荷包为敌 单单开电扇不会降温 重点就在开窗 因为有对流才会凉 假使没有开窗户 闷热的天气在室内不断循环 就像在烤炉般根本没用 我会直接躺在地上 磁砖的话 这样子躺在上面 就会比较凉爽一点 电扇吹一小时 耗电50到70瓦 冷气是电扇的三四十倍以上 光吹电扇相对省 但如何将功效放大 专家说以同样规格来说 扇液较大较省电 因为要吹出相同风量 小扇液得提高转速 电力增加 而DC直流风扇 又比传统风扇省电 30%以上电力 但假使家中不是风扇 而是吊扇 吊扇扇液顺时钟 逆时钟 风向全然不同 逆时钟 风向下 下方凉爽 顺时钟 风向上 仿佛化身抽风机 将热气吸往天花板聚集 顺时针的时候 它风是往上带 主要用在冬天的时候 做室内的空气循环 吊扇正转反转 吹出来的风向也不同 而善用定时功能 或是调微弱风 微风既能消暑效果 也能省电守住荷包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